竹琪高中老师扮成天线宝宝在校庆去为赛跑 图竹琪高中提供分享 天线宝宝是许多年轻人儿时最喜爱的电视节目 竹琪高中昨天62周年校庆运动会时 在学生们的尖叫声中 老师们扮成天线宝宝 集长说你好 宝宝 师祖大队接力其中一队教师 装扮成天线宝宝 副县长吴芳宝和校长郭春松在这天线宝宝偷视 加入趣味赛跑与师神同乐 天线宝宝把跑到当成舞台 用表演完成50公尺赛跑 和天线宝宝赛跑时 吴芳宝也不计形象 通去班地手足舞蹈娱乐大家 令竹琪高中校庆同时表扬 第二届接触校友黄永柱 光成集团董事长李振元 彭玉硕塑胎塑胶公司董事长 肖明生德信药局钥医林梦存 红源建设董事长王玉凤 傅斗星军态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 林建宏 嘉义市政府税务局长 杨正旺 三应人力银行副理 刘东仪 长安中医诊所院长 张强震 嘉义建消防局第三大队主旗分队 分队长张立仁 嘉义基督教医院肝胆 胃肠科主治医师 邓诗人 傅县长吴芳宁 又用童讯般肢体表演 和天线宝宝赛跑 图竹其高中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